HELLO 我是阿怪 又到了每週星期一的手機電玩新聞吧啦 還記得以前炎少輕狂的時候 我最喜歡說的話就是 直到今天經過了時間的淬煉 現在的我越來越成熟啦 而我現在最喜歡的就是 我大叔叔 那我們看一下本週又什麼遊戲上市吧 由中手遊與友樂遊戲共同開發的 新射雕群俠傳之鐵鞋丹心 在1月21日正式上市 而遊戲集結了射雕、神雕、倚天三部曲中的經典劇情 將知名場景完美復刻在遊戲當中 並且以水墨畫風製作的 回合制卡牌UPG手機遊戲 玩家將扮演身懷絕技的少俠 因為攝入九陰真機的爭奪 而被人家暗算利用不幸中傷 才展開自己的江湖冒險之旅 而戰鬥採用式回合制玩法 有分為前排後排 也有分成多種類型 掌、劍、力、氣、技 五種不同屬性 在搭配上面也會有很多不一樣的配置 像是暴擊流、平民流等等玩法 讓遊戲豐富了許多 而雖然阿怪覺得以遊戲來講 新射雕不算是非常精緻 但是以情外來講 能夠玩到金庸或是武俠風的遊戲 我個人還是覺得很開心啊 不過一開始在開服的時候 伺服器真的非常不穩定 請官方要趕快維修好啊 不要阻擋我成為一代大俠的路啊 由Deep Sister 開發 跑跑薑餅人IP全新遊戲 薑餅人王國在1月20號正式上市 遊戲是以全球累積1億次下載的薑餅人IP為主角 除了有眾多獨具特色的餅乾之外 伴隨著薑餅人龐大的世界觀 而遊戲元素包含了冒險戰鬥、王國建設 和餅乾一起攜手打造自己的王國 戰鬥採用的是即時戰鬥模式 只要簡單的點選下方頭像 就可以使出個人的專屬技能 而我個人最喜歡的就是遊戲的帶入感啦 像是餅乾在對話的時候 除了有韓文配音之外 也會有像是2D Live 的畫面去展現 整體來說真的是一款很可愛 可以慢慢玩的手機遊戲 2021 年台北國際電玩展 主辦單位台北電腦公會宣布 目前台北國際電玩展 仍朝向正常舉辦的方向前進 預定會在1月28日至30日在南港展覽館舉辦 屆時來參觀的玩家 務必配合防疫措施、配合官場5步驟 實名自登入、入場前量測體溫 並全身佩戴口罩、手部酒精清潔 保持社交距離並排隊入場 而如無意外的話 阿貴當天也會準時的到現場啦 如果有更詳細的修個 而不是 如果有更詳細的Mobile Game 我會再趕快通知大家 N1遊戲代理的多重世界書籍 擬人手機遊戲、幻書騎士路 今日公開了宣傳影片 以及官方社群網站 按照不同書籍的特色 所形成的多重世界舞台之上 各個書籍紛紛登場 帶領玩家進入一場沉浸式的異世界幻想之旅 告別以往卡牌RPG的戰裝式戰鬥 每位幻書在戰鬥中都可以自由移動 並且利用不同的地形與環境、導具 為隊伍帶來更多的優勢 也為戰鬥添加更多的樂趣 而之前我有做過遊戲介紹 也有幸運觀眾可以看右上角有連結 而在下禮拜有什麼有趣 或是值得期待的手機遊戲上市呢? 由Play with 正版授權 改編至線上遊戲 希望Online的手機遊戲 MMORPG 新希望 預計在1月28號正式上市 憑藉卡通惡搞畫風 人性溫馨的護膠式玩法 酷炫的COMBO戰鬥設計 脫影而出獲得2003年 韓國總統獎 直到今天依然有不少玩家 對於這款代表青春線上的遊戲 念念不忘啊 而官方表示 為了帶給勇者一個原汁原味的 希爾特大陸 新希望高度還原了 Online版本中的 職業、系統、場景、怪物等特色 同時也注入了新鮮 讓經典擁有無限的可能 由ScreenEner指引 《勇者鬥肉龍》系列 手機遊戲最新作品 《勇者鬥肉龍戰略指揮家》 確定會在1月28號中文版正式上市 並且宣布1月28號可以預先下展 1月28號伺服器就會正式開放 遊戲將回合至RPG玩法與戰棋結合 搭配了許多知名怪物 呈現出全新的遊玩體驗 關卡開始前 玩家必須從眾多夥伴中 挑選適合出陣的怪物 考量地形、敵方陣容、地圖寶箱探索 夥伴特性等等 多樣條件思考、戰略、策略 戰鬥時 每分免咬都考驗著玩家的大局觀念 運用最佳的配置 自取所有強大的敵人 前七騎士開發團隊旗下多平台MMORFG 預計會在1月26號韓國正式推出 採用機械文明以及奇幻世界觀混合背景 描述者騎士團為了解除 巨龍施加在王國的詛咒 和他上冒險旅程的故事 主打高品質畫面以及華麗的戰鬥場面 算是下禮拜非常值得期待的手機遊戲 雖然目前遊戲只有韓文版本上市 但是相信在不久的將來 一定會有中文版可以遊玩啦 以上就是本週的手機電玩新聞報啦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來下方留言給我 喜歡的觀眾還是點個讚、點閱一下 也麻煩要開啟小鈴鐺啊 我是愛玩狗狗的小怪 我們下集再見啦 掰掰 什麼… 隨便想看 我是有這些 kommt 我愛zne